史上行业最近有一个大新闻 明星设计师菲比菲罗回归 并推出个人同名品牌 其首个系列已经面世 且定价值逼奢侈品牌 羊毛大衣卖到了超过10万人民币的价格 而其托特包和夹克定价也超过了5万块 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这个价格很吓人 那更吓人的是 在上线24小时之内 第一个系列的产品就差不多受庆了 而且特别意外的是 我亲眼在互联网上见证了 战斗力极强的菲比的粉丝 和巴黎世家的粉丝的骂人 有人评论称 新品牌只不过是欧斯林的回魂 高定价纯纯割韭菜 但菲比粉则回击到 这一群过来碰瓷 身上穿的单品全都烂大街的巴黎世家粉 才是侧品 论吵架还是时尚圈的嘴比较命 所以IG投票 人气远超当红明星设计师 Kim Jones的菲比菲罗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另外 时装金门一直念念不忘的 欧斯林到底代表的是怎样一种风格 而奇怪的是 明明喜好这一类风格的 都是大众印象中的高知独立女性 可她们居然也会为了一个设计师 而陷入疯狂 并催生出时尚品牌的饭圈文化 甚至不惜给自己取粉丝名 Philophiles 这些看似相悖的消费者行为 真的符合逻辑吗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欢迎大家踊跃点赞 你们的支持是本频道持续更新的动力 那现在我们就先进入 Philophiles设计师个人解释环节 Philophiles 她是英国人 于1973年出生 她如今已经50岁了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妈妈的职业是 艺术品经销商兼平面设计师 比如说著名的David Bowie的唱片封面 就出自Philophiles妈妈之手 据她本人回忆 她14岁的生日礼物 就是来自父母送的一台缝纫机 然后她就开始自己制作衣服了 后来她从英国圣马丁毕业 1997年 24岁的Philophiles 来到了品牌Chloe工作 当时扣医的创意总监是Stella McCartney Phoebe在这里做设计助理 那大家看到McCartney这个姓氏 大家估计也就反应过来了 这位设计师就是著名乐队 披头式成员的女儿 2001年Stella离开了扣医 开始自立门户 成立个人同名品牌 而身为设计助理的Phoebe 则迎来了升职 接过了创意总监这一职位 她在扣医一直工作到了2006年 而当时33岁的她 决定暂时放下工作 转而专注家庭 在接受Vogue的采访的时候 她这样回应 在扣医工作很棒 但现在我更清楚我想做什么 我到底是谁 我有了我的女儿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责任感 我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宝贵 它必须有更多的意义 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工作模式了 那在最终gap了两年之后 2008年 Phoebe就选择复出 来到了Celine做创业总监 那在当时 她和LVMH集团体的条件就是 Celine的团队和秀 都可以留在巴黎 但她将留在英国生活 远程工作惊人的是 集团居然同意了 朋友们 有实力的人在谈判的时候 果然更有底气 所以请永远不要停止学习 并深耕自己的专业 好吗 OK 而在Celine的这段时光 Phoebe也开设了她的风神之路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想和大家坦诚的是 我迈入时尚行业的时候 已经是完美地错过了 Phoebe的巅峰时期 但身边几乎每一个时装编辑同事 他们都在怀念 以Phoebe为代表的欧斯林 而她的那一群精英女性客户们 甚至不惜给自己取粉丝名 Phoebe来表达对设计师的支持 每个人都在模仿Phoebe的穿搭 甚至连头发塞进衣领里的 那个摆放方式 都要一比一复刻 而大众熟知的王菲 她就是欧斯林的忠实粉丝 此外 就连对高跟鞋爱不试脚的 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都因为Phoebe Philo 而穿上了小白鞋 不得不说 有点婉婉泪清那味了 这个世界不乏厉害的设计师 做这一期视频 也为了去感知她的魅力 我去把她在司令任期期间的 所有大球系列都考古了一遍 而我个人通过复盘 她在司令的十年 我发现她并非一开始就是神 有部分设计其实还挺难评的 我一共考古了34个系列 接下来我将按照时间顺序 每个系列放三个look 那通过观看这期视频 我相信小伙伴们 应该也能够感知到 Phoebe到底是如何一步步 渐入家境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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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么说 在司令的十年 是她建立起个人设计风格的十年 她通过强调服装的建筑体快感 去调和她设计当中 源自英国血统的幽默 最终她也跳脱出常规的检材语言 去重新诠释大众印象中的既定极简 她不仅能把极简弯出画来 还能兼顾实穿性 当她的设计本身受到越来越多 女性消费者青睐的时候 她在视觉传达上 也开始显露出打造个人IP的野心 比如她自2011年起 就多次和长相以及气质 都和她本人类似的超模Daria 去请到她来给司令拍行路与广告片 模特人前的演绎 负责刻画并输出Phoebe心目中的女性形象 而设计师本人却极度反感社交媒体 她拒绝了大多数采访 尽可能保持神秘感 Phoebe有一句很著名的语录 世界上最酷的事情 就是在Google上消失 但事实就是 你越神秘 大家就越想要一探究竟 距离产生美这句话并不无道理 2018年 Phoebe离开欧色令 Eddie上任 并大改新色令的风格与设计 至此 曾经忠实的客户群纷纷离开 其他几间品牌 比如说Joe Sander The Road BV等等等等 他们就成为了这些客户的去处 但这些消费者 还是时常把欧色令和Phoebe挂在嘴边 现在 时间线来到2021年的7月 Phoebe宣布与奢侈品集团巨头LVMH达成合作 它将推出个人品牌 其中LVMH只会持有少数股权 控制权会由他本人持有 然后官宣之后 就是各种药无音讯 两年过去 一直到2023年 他才慢悠悠推出了品牌的官网 然后开设了IG账号 如今 他的IG上面是空白的 他曾经发过预表啥的 他后面删掉了 目前主页是一篇点子也没有 但粉丝数是38万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号召里 真的很吓人 从2018年到2023年 说实话 他的新系列正式发布之前 大众的心里也都还蛮微妙的 有部分人在唱衰他 不看好他 因为如今极简风赛道 咱们也知道 过于拥挤 实在是过于拥挤 市场上并不乏 剪裁 面料 扩型 都做得很出色的品牌 而普遍缺乏忠诚度的消费者们 从来都不需要任何一个具体的设计师 更何况 以前买欧斯林的人 他们其实也不只买欧斯林 本质上 这是一群会为所有好品质 和好设计刷卡的经营消费者 而另外一部分人 就比如我 我就是纯纯等着看戏 这就好比我在等待雷哈娜的R9 我不管他好不好听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 但发布了 我一定会马上跑过去 第一时间去听 当一个隐退的人宣布回归 大众期待只会拉满 这并不奇怪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 女性创意总监声音缺失的特殊时期 随着麦昆新创意总监的 任命声明发布之后 我们会发现 如今开云集团旗下的几个著名设计品牌 其创意总监全是男的 现在古池是Sabato 巴黎世家是Demna 圣罗兰是Anthony BB是Matthew 虽然他们可能都是男姐妹吧 Anyway你们懂我意思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业内曾被誉为 最会为独立女性做时装的 Phoebe要回归 那大家肯定是很很期待的 那下面我们就来细聊 Phoebe回归之后 第一个系列的具体商业运作 首先 新系列共约150件单品 在官网一次性释出 实行即看即买模式 完全绕过了中间商的预售和批发环节 此外 品牌也不参与标准化的时装周官方日程 它更像是随机挑选了一个日子 就drop了 只有真切关注品牌的人 才会第一时间赶上这个drop的日期 品牌暂时也不举办时装秀 官网产品购买业 也只有模特上身的行路可供参考 那说人话就是 这就是纯纯的网购 它不仅没有线下实体店 甚至没有模特上身 转圈圈的动态视频给你看 只有图片 然后系列发布之后 Phoebe一如既往的没有接受采访 只是在官网上写下了特别嘱咐 它表示 新系列的库存并不多 品牌生产产品的数量 会减少到低于市场预期需求 一切旨在响应可持续号召 打造一个对环境负责任的品牌 而减少产量 也能让品牌得以专注 工艺与质量 给消费者提供经久不衰的产品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定价 特别贵 虽然是全新的设计师品牌 但却是妥妥的奢侈品牌定价 更觉得是 Phoebe的品牌 目前并非为全球消费者服务 只对包含英国在内的欧洲市场 以及美国市场开放收卖 但是呢 就在大家讨论定价过高 没有线下实体店 摸不到食物 不知道质量如何 并吐槽新系列的设计 过于像欧斯林缺乏心意的时候 Phoebe品牌新系列的大部分产品 在24小时之内授清的新闻 已经铺天盖底了 当媒体大众再一次惊叹 Phoebe的商业号召力的时候 我们可能才后知后觉 这场成功的出道首秀 其实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创始人延续一贯 不喜社交媒体的态度 把所有聚光灯给到作品 让大众把注意力给到衣服本身 通过限制产量 从源头上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的同时 为产品增添稀缺性 毕竟错过了可能就是绝败 另外通过拔高售价 品牌诞生及空降极简赛到第一梯队 在将自己与其他明星自创品牌区分开来的同时 直接锁定最忠诚 也最具购买力的客群 从产品设计到行录模特人选 再到产品可供挑选的尺码方面来看 她的确没有在管包容性这个议题 有很多人就因此说她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但Phoebe她就是完全不在乎外界的政治正确 她选择完全忠于自己的审美 她的衣服就是更适合高挑线瘦的人去驾驭 可以这么说 她根本就没想过要做大众市场的生意 年到50岁的Phoebe 或许正在通过这样的宣发模式 去向懂她的人传递这样一个愿景 她想要经营一门小而美的生意 说实话呢 在做这个专题研究之前 我对Phoebe其实是非常无感 因为我是错过了她颠峰时机的那一批人 我对她和Ossaline都没有任何情怀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啊 我买不起 我也不关心时尚 虽然现在也买不起就是了 Anyway 我反正是直到现在才懂得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追随她 时尚行业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生产过剩 消费者选择太多 咱们别说快时尚和设计师品牌了 甚至是在奢侈品市场 当品牌们为了更大的业绩增量 而推出能吸纳更多大众的生活化成衣时 我们再去聊面料 去聊剪裁 去聊阔型 这些设计本身的独特性 已经显得没有必要了 因为集体平庸日常的结果 就是末日所及 皆是替代品 说句难听点的 奢侈品如今就已经变成了贩卖logo的比价游戏 那么基于这个情况 当所有品牌都雷同的时候 能给消费者带来情绪价值的品牌 就会成为最终赢家 所以大牌们会不停地邀约VIP客户参加各种大秀 私人晚宴 提前预览会 明星见面会 等等等等 逢年过节还会给VIP送礼 然后不停地办各种展案和各种艺术联名 但这些其实都是设置品牌给消费者带来的情绪价值 而菲比她能够让这么多独立女性去追随 本质上是因为她也提供了足够多的情绪价值 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各种不得已 想要做一个自洽的人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说要去做一个完全忠于自我的人呢 给你看菲比 如今她就算是自创同名品牌 就算是被靠LVMH 她也抛弃了大部分做品牌的人 都想要追逐更大商业体量 想要全球文明 想要be famous的这个贪欲 她依然选择继续忠于自我 去输出自己认可的美学 她在不断追求增长的商战里面 划了一个圈 她想要在这个圈子里去做一门小而美的生意 可以这么说 全新品牌宣发模式的底层逻辑 和当年为了家庭选择离开扣役的菲比 一致 和当年坚持在英国生活 远程为Seline工作的菲比一致 和当年说 世界上最酷的事情 就是在Google上消失的菲比一致 当一个人足够忠于自我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地妄想她 可以这么说 喜欢王菲的人一般都能够get到菲比 那对于他们这一类忠于自我的人 你会把她视作偶像 激励自己前行 你也可能会抱着悲观的观望的态度 眼看她起猪楼 眼看她验宾客 眼看她楼塌了 并最终好像早就遇见了这一幕似的 发出感叹 看啊 这就是太自我的下场 那现在聊完了菲比 为何会收获这一批信徒 咱们商业评论栏目 就让理性回归一下 我们不妨去聊一聊 菲比菲罗这个品牌的发展前景 品牌的第一次发布 火速售庆 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现在互联网很通达 时尚博主KOC也越来越多 很多久仰菲比大名的路人 他们下单的手速 可能比真正的粉丝还要快 因为他们要赶紧下单买回家 拍测评视频 这个热点 必须蹭一下 和我们的雕雕一样爱蹭 这个洞察有点风神 所以这一次的Draw卖得好 是预料之中 但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要知道 在背后支撑着奢侈品牌高定价的 往往是多年历史的沉淀 标志性的工艺 以及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但按照目前菲比菲罗的经营模式来看 它没有线下实力点 这意味着消费者 没有办法去对衣服进行线下试穿 网购一键下单的模式 导致消费者也无法感受品牌的任何服务 所以菲比在后续 还得不断自证其高定价的合理性 如今收到第一批货品的网友 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冲浪的时候 也已经看到了不少人 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购物体验 以及发表了对产品质量的看法 那想要经营一桩小而美的生意 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要求菲比菲罗的设计 时刻在线 要求它永远保持优秀 在品牌力先天发育不足的前提之下 一个失败的系列 或许就会让品牌本就不多 且极其挑剔的这一群精英客群感到失望 并迅速转身投入其他品牌的摆抱 菲比菲罗品牌的发展前景 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 但唯一可以确信的是 极简赛道里的每一个品牌 都在等待它那批消费力强劲的信徒们 前来光顾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最后别忘了关注我 这里有更多深度有趣的市场资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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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